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这些素材会在他们社交媒体上实现二次营销,这种营销价值会比跨境电商自己设计图片,自己做广告更具备感染力。 林挺认为,随着整个跨境电商行业的升级,现在对意见领袖有需求的企业越来越多了。 他指出,在过去,中国跨境电商做的,是信息不对称的生意,利用中国的世界工厂优势,搬运一些具有性价比的商品,在第三方电商平台,或者自建的独立战质销售。 但这种信息不对称因为平台的升级和竞争的加剧,开始被吞噬掉,比如速卖通,就开始整合国内淘宝卖家的产品出海了。 在这个环境下,部分早期做,扑货型的跨境电商卖家不得不转型,去创造自己独特的产品,并且建立品牌一时。 林挺说道,当然,林挺也指出,跟国内网红市场不同,海外的意见领袖营销,还在发展过程中,因此,也不会像国内那样,已经成熟到,可以按效果,分成结算的地步。 他表示,营销的结算方式,跟媒体承载性质有关,在国内,做分成的大部分,是在淘宝直播平台上,做分享的网红,本来就是一个,可以明确购买,转化效果的渠道。 但与国内,淘宝相比较,国外主流的意见,领袖阵地Instagram,其实本身并不是,一个购买平台,因此转化成本,就比淘宝直播要高。 与此同时,海外的意见领袖,认为自己本身,就拥有媒体价值,在给商户,发营销推广的时候,商户就已经在利用,他们的媒体资源了。 所以商户需要,为这个资源,承担一定费用,因此,按销售分成结算,就变得更为困难了。 此外,林挺也指出,对于一些,刚接触社交媒体的,跨境电商企业,可以用资建渠道的低成本方式,先测试。 他表示,海外64%以上的消费者,在了解一个品牌的时候,通常都是通过社交媒体,去了解的。 如果粉丝看到商户的社交媒体,觉得很信任,就可能会成为,其忠实的用户。 如果商户,有很成熟的产品,可以先把自己的社交媒体,做起来,包括Instagram,YouTube等,这些媒体的搭建,成本并不高。 林挺说道。 林挺说道。